字幕-YK 欢迎收看 爸妈 献很大 听给我们的沟通 电影有是 mito 打 打 当然现在进大学不困难 出来不怕越不会太困难 但现在有人主张 要出来的越晚越好 言币从过去的一个名词 到如今现象 会不会演变成一个 更大的问题呢 今晚我们的主题 人力银行通过网络调查发现 有两成曾在学生时期 言币过 而言币主因有六成 是因为成绩烂的因素而言币 除此之外 言币理由还可分为 考研究所 装储修 也有人因持学生证省钱好用 或是等男女朋友一起毕业 或逃避兵役等问题 而真正为了避开就业市场 恶劣环境的也有2.34% 许多大学生为了逃避兵役问题 还为此刻意言币两年 然后再继续升学 直到开始实施募兵制 则更免去当兵一职 若您的小孩总把大学 当成七年医学院来读 爸妈们 您该作何感想嘞 他们为了不要当兵 这样做值得吗 言币理由千百种 孩子你啥时要毕业 大学就应该念多久 其实有很多人讨论 有人觉得四年都闲长 但有人觉得四年根本不够 我们今天来看看 在台湾 大家还认为大学 大概还是四年的规划 因此如果大学生 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还毕不了业 你认为是不是一件 有点丢人的事呢 你认为是的 请拿圈 大学生该毕业了 还毕不了业 这是不是一件 丢人的事 没面子的事情 我们有十八位年轻朋友 跟四十五位 我们的爸妈妈认为 的确是一件 没面子的事情 我们先听年轻人的看法 一号 为什么是一件 没面子的事 因为在我家族里面 很多跟我年纪相仿的表兄弟 堂兄弟妹 一起读大学的 或是年纪相仿 他们都已经毕业 在当兵找工作 甚至有的都结婚了 那我今年才毕业 像爸妈有时候提到 有时候才真的蛮不好意思 好 那要不要听听爸爸 为什么觉得他们是一件 不好意思的事情 四号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该完成的事情 你就要在你的阶段性 去完成 那你要是没有在阶段性 完成的话 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能力不够 那基本上就面子 就觉得有点 那在我们来讲的话 这大学又不是怀孕 一定要生出来吗 这就是你的学习能力 对 你有能力读到大学 基本上 你就有基本的这个条件 那人家能够毕业 你为什么不能毕业 所以你认为 严育人就是他的成绩不好 应该是也是主因 主因 好 旁边的我们的王老师 也是著名的王导演 您的回答认为 并不是一件没面子的事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 不是一个轨道可以规定的 虽然我们必须有一个轨道 我们社会才能运行 所以有这个几年几年 小学六年几年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他对什么事情好奇 如果他必须全心全意恋爱 如果他真的想知道其他世界某个角落的什么事情 我觉得OK 我觉得回答自己就好了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浪费时间 你是不是真的在进步 我觉得回答自己就好了 那可以延长多久 我没答案 因为我是那个捞肿的 就是准时毕业 但是你觉得无妨的做点人生的选择 对对对 就回答自己就好 好 回答自己 我们今天就从他们回答来开始 照我来看 言必在我们一般关键 就是你的成绩很烂 某个学分没考好或者当掉了 然后最后你的主修学分不足 或者是主修课修不到 是这种情形的 有多少位举手 你就是因为老天爷 我就是因为成绩差 还蛮多的 来 九九告诉我们 因为全心在打工上面 然后所以就是自然功课就是很不好 因为我可能就是很多课就会翘课 没有去上课 然后或者是 就是该去上课的时候没有去上课 然后甚至连考试都忘记 所以就很常被当掉 就是旧游自取 对 旁边六号也是吗 就是成绩都不理想啊 然后也因为数学的关系 然后被当了五六次 我也是成绩的问题 那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是因为我这个人 可能比较反社会 我有时候在课堂上 我会觉得说 反社会 对对对 社会给你有什么 我是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例如说我觉得如果一个教授 他来上课的方式 只是把所有的讲义抄到黑板上 然后叫学生抄完的话 那我觉得这种不叫做上课 直接发讲义给学生回家 自己念就好 为什么我们要浪费彼此双方时间 坐在课堂上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选择用翘课的方式 来代表我对一个体制的反抗 当然那我们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我就是懒因为我觉得坐在那边我是在受不了 所以你不去考试还是不去上课 我都有去但是就是可能心不在焉 或者是一直在想说我很不想坐在这里 就这样子你把很多的科目都当掉了 重修对 重修 重修很多次 你在大学生活经历了多久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没有 我看你的社会反抗性到底有多强 我入学时间跟大家一样是18岁的时候 可是我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是我 我是去年七月就该毕业了 我阿嬷还在问我说 毕业证书呢 怎么不拿来看看 我跟她说学校还要弄 她就说怎么印那么久 我跟她说因为她之前印错了 我现在要叫她重新改名课 可是她说家里有收到成绩单叫你选课 我说没有 她继续 你在大学生活经历了多久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没有 我看你的社会反抗性到底有多强 我入学时间跟大家一样是18岁的时候 可是我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是我 18岁到31岁 对 民国84年到民国97年 中间包括浮兵义吗 对 包含浮兵义一年 所以你在大学里面整个的校园生活 大概就有十年左右了 对 差不多 发生了什么事情你 干嘛了 要大概简单解释的话 就是我不断地背二一 然后又不断地考上转学考 对 所以我有念过两个学校三个系 然后总共有五个学好 所以你的毕不了业究竟是因为你的 跟老师或教授不合或学术上的你不满意他们教育态度 还是你自己有计划性的延长毕业 其实我并不想延长毕业那么久 或者是我一开始也是跟一般人一样 就是走在循规道局的道路上 我是高中跟大学都是前几志愿的 高中是第一志愿 然后大学是前四志愿嘛 那所以我本来以为我就是这样正常的一个社会忍出来 可是没想到是一次不小心二一之后 也许心中某个节被打开了 然后我才把学分都修完 发现其实没有以前想象中那么难 其实我那些东西读就懂 只是你要耐下去去坐在那边把它 慢慢把题目做完 那么最后是清兵日记帮你毕业了 也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我本身也是不太喜欢读书 那大学时间我一直在忙着打工 那就不断地持续被二一 然后休学 然后延闭 那大学大概读了七年吧 那现在是好 就好不容易今年毕业开始要就是当兵跟迈入职场 才发现说其实在求学的时候 如果当初认真一点的话 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求学的时候你认为大学生四年毕业 需不需要按照这个时间表 还是那时候你根本觉得也无所谓 其实我还蛮豁达的 就是我觉得什么时间毕业都无所谓 只是要把它念完就好了 像他这样的十年呢 十年是有点久 可能五年就不念了吧 我没有这么有毅力啊 对啊 因为可能在做别的规划之后 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也是打工佔据了很多时间 对啊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打工是对别人负责 然后读书是对自己负责 那我选择对别人负责 所以我就会多读这么多年 其实我延避是非自愿性的 因为我把一切的学分都算得太好了 大四下学期 然后我把寒假的那个 该修的那个学分都算进去 后来没想到我大四下学期 被盗了一个选修 我就因为那一颗选修 而延避了半年 那其实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有被延避过 然后我有休学 然后我家人就不 就蛮反对我继续读书的 那我就跟他保证说 我四季一定会安全读完 绝对不用担心 然后最近就是我毕业了嘛 然后好像我是去年七月就该毕业了 我阿嬷还在问我说 欸 毕业证书呢 怎么不拿来看看 我跟她说 她说怎么印那么久 她就说怎么印那么久 我就跟她说 因为她之前印错了 我现在要叫她重新改名字 可是她说 家里有收到成绩单 叫你选课 我说没有 所以 对啊 我现在顺利毕业了 恭喜恭喜 12号 其实我是因为 不是因为功课不好 我觉得我是因为 老师她把我当作是她的眼中钉 所以她一直把我当掉 然后又刚好某一次的上课 我跟老师在课上 有点对冲过 所以导致于 老师只要看到有我的名字 就会把我当掉 所以到今年的暑假 我才终于拿到毕业诊书 就是后来你修那个老师 修别的老师的课吗 没有 只有这个老师 他只教这个数学 那怎么办 你后来跟她怎么化解的 化解是因为 我暑假多缴了一些钱 请别的老师让我过 对 所以言下之意 你的时间完全是被这个 看你不顺你的老师耽误了 是的 我跟她对冲过 所以情况跟这样 好 我们听完这些 我想问一下 汪导演好了 他们的原因情有可原吗 他们刚刚所叙述的这些 都情有可原吗 他们言辟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 我真的没有答案 像那位说他这个反社会 觉得老师教的不好 这个是我觉得 不见得是应该成为 言辟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他勇敢反应 这是一个好事情 然后我觉得老师们 也真的应该进步 因为我 我以为那种老师已经没有了 我那个年代很多这种老师 您现在要推出一个新的一个电影 叫做酷马 是不是 就是我们刚拍完一部电影 叫酷马 是的 是的 你觉得言辟在年轻人眼中 是不是一件酷的行为 我第一个遇过这样的小孩是 大家大概知道 马志祥就演公共电视 大演小一次的马志祥 我非常意外 那个时候我也是认识说 哇 好像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他念的是原意 然后他言辟了六年以后 他居然也就不念了 这个比较吓我 言辟不吓我 我的意思说就不必了 这个比较吓我 就是他就 真的就开始去做这个表演 导演的工作 但是看到现在呢 我又觉得可能还OK吧 就是他也许就是考上了 他没有兴趣的这个学系这样子 所以他们拖花点时间去挑选 自己人生的一些方向 是可以接受的 或许 对 我觉得人生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真的很难耶 那我觉得如果找到 或者他要花一点时间找的话 我真的觉得OK的 旁边六号妈妈呢 你对他们来讲是同情他们吗 不太同情耶 因为刚刚就已经在讲过了 我觉得说人生的道路 它是有规矩 为什么教育政治要定四年 大学四年 他一定有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毕了 那为什么只有你单独几个没有毕业 这几位的都是因为说念书念得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说那是他对他自己的没有负责任 那他们两位所刚刚提到的理由呢 一个老师看他们可能不顺眼 一个的反社会化的问题 我不知道呢 我觉得这个都要双方面 我们没有去问过那个老师 也许那个老师不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都是他个人的想法 好我想请教我们今天的老师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 非资源性的言辟 他们请你看看 我必须要先首先声明 我有一个养子 两个亲生的 这三个人都言辟过 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好了 我的养子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个台湾社会所讲的 就是建宗台大一路上的 但是他到了大学 而且是考第一志愿 然后在大四 他就有非常大的压力 其实他从高中开始就有压力 然后他后来就决定要严毙 那严毙呢当什么呢 就当体育课 那就为了修那个体育课 他就严毙 那严毙当然有很多的心理上的因素 但是呢我做母亲的 也是他的老师 我是陪伴他走过来 那他绝不是像六号妈妈讲的 功课不好 正好相反 功课很好的学生 照样 那我比较同意这个王老师讲的 如果人生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非常非常难 很不容易 那我这个儿子呢 他当时严毙的最大理由是 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那你会问我说 我儿子终于找到他的方向没有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终于找到是四十岁 你懂吗 所以难怪孔子说四十而不惑 大家都以为说我不疑惑了 不是 孔子的四十而不惑是 我对我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没有疑惑 像刚才十一号说 他有反社会的人格 拜托 不要这样妄自菲薄 那什么叫反社会 是你的老师 不对啊 我跟王老师一样 在我们那个时代 我今年六十五岁 一堆老师是超黑板的 当时我就很想跟他说 老师我帮你印钢板 发给全校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影印哦 就可以用钢板嘛 印印刷 就发给全班同学 你干嘛一直超黑板呢 对不对 其实一个超黑板的老师 是不对的 我相信这十年 将近十一年的时间 对你其实是很宝贵的 好 我们现在等一下 看看我们这边 有没有孔子的传人在这边 四十而不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 刚刚听到的是部分同学 他们以成绩为的 接下来问一下 有没有是自己 完全是计划性的 技术性的 来让自己言辟的这些情况 手还举这么直 我从四号开始了吧 我之前是念台北商专的夜校 然后就一直都有在工作 就已经踏入社会一半了 可是之后就想要去念日间部 就好好把人生这个学分补回来 然后也有想过去留学啊 创业或念研究所 可是这些有点心有余的力不足 然后到了学校后 就很努力在玩社团 我觉得玩社团 对以后出社会帮助比好好念书还大 因为 你为了玩社团 岩壁 不是啦 就是 其实就是不想那么早去当兵 就是觉得玩的还不够 还是当兵 你要逃避兵役 很多男生就是 一毕业就马上被抓去当兵 然后学的东西就断掉了 然后回来后 就莫名其妙就找个工作 然后你可能人脉也断掉了 然后学的东西也忘了 然后竞争力是不是都没有了 然后我觉得你准备好再去 然后我是觉得比较 慕兵姿势比较好 就你想当 就让他们去当 或者是说 我不会想 不会不去当兵 我就觉得 那是一个修炼 所以你大学延避了几年 一年 我刚开始 现在才刚开始 对 可是我 我不会让我 我妈也会常常念我 你是理论派 你还没开始做就理论这么多 对 所以我找了非常好的借口 就是双修 然后毕业证书变成两个学位 然后又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好好充实自己做以后创业的准备 你准备充实多久 一年半 因为大学算是两年嘛 然后 顾个安全期是半学期嘛 所以一年半后去当兵 然后寒假去 然后不用那么热 然后自己去当 然后不用晒太阳 多好 你不如台风的时候去 还可以多修两天 晚报到两天 我要记下来 晚报到两天 可以 好 所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 三号你呢 我跟他的想法很类似 就是讲说当初会计划性岩壁的时候 是认为说 第一个是逃平衣 因为逃平衣绝对是最主要的原因 毕竟现在要浪费那11个月份 但是到说12个月 13个月份在里面 那所有资源是一定会断掉的 那其实第二个是说 当我们在岩壁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塑造更多我自己 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 举例像是人脉 那虽然认识了更多的同学 更多的朋友 可能不见得对自己有帮助 可是以后不见得不会有帮助吧 那在这个我岩壁的过程之中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就像他一样所谓的打工 我也甚至说以后想要创业 那我可能比他快一点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创业成功了 所以我现在的年收入大概 至少有20万到30万 这是一个学生的状况来讲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能够 能够办公办堵 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 自己当老板 又可以学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那这就是我岩壁最大的理由 你岩壁多久 岩壁一年 好 你告诉我们一下 多那一年成绩就差别这么大了吗 那多这一年的时间 这应该是讲说 当你多这一年的时间之后 你有多一年365天的时候 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你可以计划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像我自己岩壁的方式 我是可能比较偷积啦 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做 打扫校园环境的这种必修课程 那我是故意被盪这个 所以我也不用缴这个的学分费 所以代表说 我只能缴学生平安保险费 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年 不得了 二号你呢 我根本不一样 我是非自愿性言毙的 我是一开始觉得 一般人一定要找女朋友 最后为了逃避情商 就是可能觉得说 女朋友会不会带新的男朋友 照着去上课 然后觉得那个场很尴尬 那个场所很尴尬 所以说就在家里可能打拍 然后就会有学分没修完 这样子 当时就是现在就很后悔 所以你完全就是因为你自己的 生活习惯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些兴趣吧 我觉得 因为我可能对未来 有点忙 有点忙 迷惑吧 我觉得 听过很多人讲过 学不一定自用 其实 那你学出来的有七成 可能跟你做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 我现在大学读了真的有用吗 你准备 利用岩壁的时间要做什么 没有岩壁只是 因为学本没有修完 对 你学本没有修完 你现在对你未来的就业方向 又感到有点迷惑 是吗 对 我觉得 当然我知道说 专场是第一 再来是经历 最后是学历 所以我觉得 大学乘齐床吧 上课不是我第一个目的 你知道 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 当你知道你要被岩壁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点高兴 可能暗地里有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而已 只有一点点而已 有点窃喜 是不是 你可以晚一点去面对一些 其他的事情 对 我可能不害怕当兵 但是我可能害怕就业 我可能觉得说 竞争没有比人家好 但是我可能不知道 怎么去充实自己 我是有一个朋友 他是从大学的时候 他就开始自己创业 而且他创业非常的成功 他的年收入可以破百万 然后他自己 对 因为他就是经营一个生意 然后开店这样子 而且他开的是四五家店 然后所以他不想毕业的原因 是他不想要中断 他的事业去当兵 所以他从二十几岁 就从二十岁大学的时候开始 但是现在三十岁都还没有毕业 他就一直不停的在换学校 炎毕的原因是 主要是为了要考研究所 因为我爸爸他自己 是读到博士班 那他希望我能够 也够走跟他一样的路 但是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玩太凶了 然后大二还有被二一过一次 然后当我大四的时候 要考研究所的时候 我看着我的成绩单 我就觉得我考不上 那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那我就 炎毕一年去考研究所 就去请我的体育老师 拜托他说拜托你把我羽毛球当掉 那他后来也如我所愿 把我打得很惨把我当掉 就当一颗体育 然后大五的时候好好念书 但是大四下的时候 竟然又被当一颗必修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是自愿还是受迫 好像也都有 但是最后就是大五的时候 还是可以好好的准备研究所 那 这样子还是达到我的目的 那就是炎毕一去考研究所 那我现在也考上 如果没有征询的多的一年时间 大概考不上研究所 考不上 这样考不上 那些正常大学毕业四年 考研究所的人 他们是怎么准备的 可能从 他们可能大四的时候 就把大部分的课都修光了 但是我大四的时候 还在修大三大二 比你用功 肯定是比我用功 所以说对你来讲 就是不用功的人 这是一个说法 我是大一大二的时候 是很不用功的 其实我也是非自愿岩壁的 因为我是念建筑科系 然后我在二下的时候设计被当 然后可是我们系所里面 所有的设计课 都是排在同一个时间 所以我只好就是 等到第五年再去重修它 那我觉得其实 我记得我那时候 有和我老师 我的指导老师聊过 那我指导老师 他讲过一个小故事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他还是学生的时候 就是他有一些就是 同学被叫进那个系主任的办公室 然后系主任就跟他说 今天我让你们毕业 不是因为你们的东西做得够好 你们有到达某个程度 而是我不想要再让 就是你们的这种念书的态度 或者是行为去影响学弟妹 给学弟妹就是一个负面的教育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像我现在言毕 我抱持着一种的心态就是 我可能可以把我以前碰过的东西 是可以跟学弟妹去分享 去讨论 然后他们可能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去协助他 或是什么 那我并不觉得就是 一定是成绩不好才会言毕 所以你认为言毕 教导了你一些人生的教训 对 我觉得有 好 旁边的15号呢 所以 刚刚你旁边的同学16号讲说 他学到了人生的一些事情 你的言毕一年学到了什么 学到就是 把自己曾经 就是还没修完的东西 就是尽量拟补回来 有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过去自己不够用功 对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你有检讨吗 有 14号呢 我觉得我言毕我没有学到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说就是 言毕是我自己造成的 但是我把它修过就好嘛 那修不过就算啊 避不了夜 也许会有别一条路可以让我走嘛 对不对 我们就要去面对它 不要说一直在死胡同里面打转 像我刚刚说我是非自愿意的 可是后来我言毕了以后 我发现我还蛮享受的 就别人问我说 你现在是什么行业 我就说直接学生 他们说 还那么年轻喔 因为我已经24岁了 可是外表看起来一般人都觉得 我比较年轻 那像一般走在路上的时候 很多信用卡的都会说 小姐小姐 耽误你几分钟 我就说我是学生 他就不会特别惨你了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对啊 而且学生证 去唱歌 去看电影都会打折扣 所以 所以言毕半年以后我发现 其实应该要延毕一年这样 对啊 延毕好之多 能不毕业就不要毕业 当学生真自在 那像一般走在路上的时候 很多信用卡的都会说 小姐小姐耽误你几分钟 我说我是学生 他就不会特别惨你了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对啊 而且学生证 去唱歌 去看电影都会打折扣 所以 所以言毕半年以后我发现 其实应该要延毕一年比较好 对啊 所以言毕这件事情 你觉得跟所谓的面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 因为之前觉得 又要 就是读五年很 很没有面子 后来之后觉得 其实也还好耶 真的 后来出社会以后啊 就觉得 要面对很多现实生活面 因为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给理用钱那种 所以早点入社会好 还是在学校再多 多待一点时间 可能就是以前就伸手牌 已经习惯了 所以突然就是 要面临生活的问题 就觉得 还是当学生好 对啊 那不就是我们讲的逃避吗 好 好 你们现在这几位 言毕的人 不管 你们有没有觉得 言毕的时间给你是浪费了 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也许我问的问题有点笨了 难道我听了很多 都是有计划的 也学习到什么东西 你不觉得言毕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11号 好的 我的话一定是浪费时间 因为实在太久了 对 那可是我觉得这有很大因素是 我觉得是在父母被逼之下 所以不得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 其实我25岁那天就很想 不要走这条路 就我要去做别的事情 因为我后来都靠自己养自己 我从来没有 我后来赚到的钱 没有一个是因为大学学历而赚到的 对啊 那不用这个大学学历 也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 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完成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父母的期待 虽然他们没有讲 可是我一直知道 他们很希望我拿到 这个毕业证书 所以我等于 又多花了7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东西拿到 好 他们满意了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 永远没有一个止境 他们接下来也会要求你说 你要有一个好的工作 诸如此类的 其实你们不要把这些 赖到我们家长上 因为这其实说 不是我 当然我们作为父母的 会有个期待 没有错 可是你们拿到这文品 其实也是你们的虚荣心 今天出去 我是博士 我是什么学位 对不对 其实自己也是 我从来不觉得有虚什么虚荣心 不要说把责任都压到说 我们的期待上 我不是要把这个责任放到 我只是说 当父母在期待一个孩子的时候 或者是当他掩蔽 甚至于他犯错的时候 你 当你在给他苛责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当事人 其实是最痛苦的 他已经在承受他自己的痛苦 他要因为这样 而承受他自己的损失 他自己要去负责 而你这样 我觉得在掩蔽这段过程中 最痛苦的不是 我觉得我浪费时间 或者是我没有钱 最痛苦的是 来自于父母亲 对我的那个歧视 跟那种压力 当他们没有讲到他们眼中流露出的那种藐视 我觉得是最让我没有办法难以度日的 每一个父母可能都会期待 对自己的孩子有期待 但是我从刚刚一直听下来的时候 我其实蛮难过的 就是说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今天大学读大学 其实他的花费不是读小学 所以我一个学习 缴一两千块就可以读的 而且你的父母必须要 譬如说在你还没有能力 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 他必须要赚钱来供养你去读大学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你言辟的时候 其实你有没有想到 如果你还有弟弟妹妹的时候 那这个家庭经济 其实是会往后延续的 就算是逃避兵役好了 其实我想最近有一个很夯的电视节目 很多那个爸爸 像我先生这个年纪的人 他们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 来看这个电视节目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当兵这件事情 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那如果我们都不去了解他 我们就先听别人讲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个浪费生命的事情 我觉得好可惜 我觉得赞成了 因为我儿子最近才去当兵的 他7月14号才入 海军舰艇 然后是前天才到澎湖去 正好台风来 他正好赢着台风 我心里面也是很担心啊 可是他跟我讲过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还好 只是体力比较不如人家 因为他在国外念书回来 然后很多人都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回来要当兵呢 当兵你干嘛要回来 可是你该做的事情要做完 你不做完永远卡在那里 他就没办法回国 像我生病或者怎么样的话 他就没办法回来看我 这位妈妈 逃避兵役你的意思就是不可取的 不是不可取的 就是说你认为可以的话 我们不敢说勉强你一定要做 可是现在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再来一个 你们25岁以后去当兵的话 体力很多方面都不如人家 好那对于他们刚刚陈述的其他理由呢 比如说的确在岩壁的时候 是可以增加一些更多的 在未来就业准备的投资 可以做一些学术上的更多的情况 甚至去多念一点知识 您不同意 你确定吗 你以前就是不够用工 你现在再去过的时候 你还要再去念书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我蛮支持这个妈妈的说法 其实老板在选择员工的时候 其实最在意的是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态度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态度 从你过去的一些经历里面的表现里面 都可以展现出来 那我也讲一下好了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问题蛮多的 如果从岩壁开始说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些价值的观念 首先我刚刚听到一些同学说 我这样可以建立人脉 如果我是把教育当成一个 我觉得听了真的心里蛮难过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就在收音机里听到 当我们要开放报警 接着开放大学的时候 我在收音机里就听到 我们中研院的第一任的院长 那个AI那位科学家 吴大游 吴大游 对 那个ICRT的人访问他 然后他就说 这个事情不可取 他说 可是你们立法委员 很多人都赞成 他就用英文回答说 立法委员很多没念书 所以 他们不知道 我们其实师资是不够的 那言由在而 我们大学就开放了 然后我最近 其实有很多年轻的老师跟我讲说 他们在很多这些 比较外地的大学 他们其实是很伤心的 他们觉得 他们的学生 就是说比较私利的 很多大学 他们觉得说 他说 我们好多 我的好多学生 都是 爸爸妈妈都是可能工人 都是很辛苦在赚钱 巴望的就是说 小孩子可以念大学 那也许同学们会觉得 这是爸妈的虚荣心 可是爸妈在付出 可是学校却不断地 比如说像我们科系的 相关科系 买了很贵的电影器材 放在那边 学生不能随便用的 是贫贱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 我的意思说 我们首先大学就太多了 太多没有好好的 尽到教育的责任 让今天学生把它看作一种消费 这个我觉得 首先就自己该检讨 可是另外说到当兵等等 我却有另外很矛盾 我觉得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 傲慢 就凭什么你会觉得说 你不值得去当兵 我觉得其实当兵的时候 你认识好多各行各业 国中中错 没有机会受教育 我觉得那是你认识社会的一个机会 我不是说一定赞成当兵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倒觉得我们的同学留在校园太久 你连投票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你在投什么 你都不认识你的社会 你根本没有去参与到 很多这个社会的角落 所以我也不是说赞成当兵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制度 或者你的人生要认识别人 有很多的机会 当兵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你自己的体力 你去认识自己 认识这个国家的结构的某一个部分 你将来不见得是军人 但是它是国家结构的某一个部分 那岩壁算不算是一项破坏制度的行动 我就讲 我真的不觉得岩壁可以放在 我觉得这个制度本身有很多问题 导致他们想岩壁 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岩壁不是 是这个更严重的问题的一个 一个现象 对 一个现象 社豪妈妈 像刚刚这么多孩子讲到这些 我是说 然后归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家都不负责任 你们对你自己完全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心 你今天不管是老师上课上的好不好 他的教学方式什么的 你今天都有方法可以去做改变的 你也可以去做选择的 像刚刚王导演讲到的 真正当兵是一个最最实体的一个社会大学 你在里面不管任何你所想象不到的事情 你在那边都可以发觉 那我来讲好了 我回忆我的当兵 当兵的时候是很辛苦 回忆起来还不错 不过叫我再当第二次不干 对 好不好 我已经服完我的毕业了 可是现在当兵真的跟夏令你一样 现在真的不一样 没有 我这边我有意见 我们在骂学生 骂我们的社会 但是其实我们该骂骂家长 真的 这些家长家庭环境太好 在我那个时代没有人敢言辟 不管女生男生 赶快毕业出来赚钱 因为上养父母下养兄弟姐妹一大趴啦 所以呢 真正的是你们家长的问题 像我那时候我儿子要言辟 我有跟他说 我给你言辟一年你去想 但是如果你言辟一年你还要在的话 我建议你台大不要念了 去当兵 当兵回来你要干什么再说 你懂吗 所以是家长的 真正是家长 舍不得孩子受苦嘛 然后就好吧你言辟干嘛 还有就是家长 为什么一定要逼小孩读大学呢 真的是家长的虚荣心真的很重 孩子根本不适合念书 那就放牛吃草嘛 好我们听完了大人讲话 你们可以讲了 四号就说你吧 妈妈刚刚讲完 嗆一下啊 就是大 大家会听大人讲话 就是你们会觉得是对我们好 但我们觉得这社会给了一个规则 然后规则是不要让这社会变得更乱 但一定还是会有漏洞 有些人他就真的不想去做一件事 像我以前打工有个同事 他是建宗毕业 可是他就是不想念大学 他拒绝联考 他想做他自己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顺着社会 他会既有的那个观念去做的 然后如果去做 然后做得很痛苦 然后有一些看来到新闻也有闹自杀的 或不开心的 然后就觉得走错路了 怎么后悔当初没有那样去做 然后不是说 今天我大学毕业尼亚研究所 可是我人生并不快乐 还是说今天我可能只是国中毕业 但我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然后让你住豪宅给你开跑车 那这个差别是不是 你今天来讲话 你读大学 那你就把大学读毕业嘛 对不对 何必要延避呢 那像刚刚有一个小姐她讲到说 她的同学就是延避 然后去开公司赚大钱什么的 那其实她真正要是是个领导人的话 她可以把的职务分配 她不需要一定 什么是非我莫属 像这样我现在双修 然后毕业任数变成两个学位 然后我们学校现在升格为大学 我同学他们都拿技术学院 我拿大学 那不是太好了 然后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马上去当兵 那是不是很容易被兵变 那我多陪她 是不是感情可以更好 然后我以后也比较会有完整的人生这样子 所以不要说 为了发兵变的话 这种女朋友也不认为兵变 好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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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去收拾你后面的残局 是你自己要去规划 其实妈妈你不要管她 好 那倒是当兵 那倒是当兵我有另外的 好 对不对 所以她也很反对 她是同志运动的 所以我还是认为 当兵不见得是每个男生都适合的事情 虽然我不是计划性的 但是像刚刚专家讲说 就是给爸妈一个交代 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就是希望说 已经岩壁了 我们就努力地把 努力地把这个学业完成 给爸妈一个交代 然后我其实 我并不害怕当兵 因为我爸爸跟爷爷都是退伍军人 然后我妈妈也在军中府 我从小会去爸爸的营地边玩 其实我觉得当兵真的 现在已经完全不可怕了 那我其实我们今天来谈的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争结 跟因素是在于 岩壁目前已经人数是不断地在成长 不断地成长 当然跟大学的数目增加是有关 你觉得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远避这条路 你们建不建议 读大学都为了什么 是为了学业完成后再找工作 那像我隔壁志位 他月入已经十几万了 那你会笑别的概念 当年可能只是 学业没有完成吗 并不会 我觉得如果他现在已经能够 超越像台大出来 可能只有22K起跳 这是之前的新闻 那现在如果已经十几万的话 我们就让他放出去做吧 对 当然首先要把兵役完成 我说真的啦 我其实觉得很对不起我父母亲 因为说真的 现在世纪大学 一学期就要五万期 那父母亲都希望 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学历 出来工作好早嘛 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是这样 因为怕我们当草莓族 没有工作 永远在家里等吃 或是等合身手拿钱 可是说真的 很多学生 很多小孩子 像我 我不爱念书 我也是因为 听父母亲的话 拼一个学历 然后拿一张毕业证书 才出来 然后来念书 当然 我也觉得 很生气的是 我觉得 毕业证书 对我来说 这四年是换钱得来的 因为说真的 我不爱念书啦 没错 然后 一方面我也觉得 现在的大学老师 还有教授 讲的很多都是在抄黑板 然后不然就是用换灯片 叫我们抄笔记 说真的我都听不懂 很多同学也都听不懂 所以 我觉得 毕业证书对我来说 是 用钱换来的 所以 我是非自愿的 这边我要插一句话 以前在美国也是 高中大学一路上去 现在美国已经发现了 所以他们都希望 你在大学毕业要升研究所以前 一定要去工作 你有工作的经验 你申请研究所才好研究 然后大学是没有限制时间的 你爱念就进去念 因为往往有过工作经验的人 他才会决定 他到底适不适合念书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政策 这上面是应该要改的 不过刚刚回应一下 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学 都很重视教师评鉴 其实各位同学 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权利 你是父母亲花钱 如果就你们刚刚讲的 教育是商品 那么其实你们并没有 把那个商品的价值 完全地发挥出来 其实你们可以透过 你们的意见表达 让那个教授改变的 我觉得今天如果谈到研毕 似乎我们家长跟来宾 不断地强调研毕只是个现象 如同黄导演讲的 背后隐藏着很多的因素 跟个人的盘算 那究竟 我怎么很抱歉 今天没有大学生 没教育部长在这边 都没有立法委 我不知道到底 我们怎么带到一个大家 因为研毕 如果我们也不能谴责 也不能够去 去称赞这种行为 那研毕 大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个研毕 既然是一个蔓延的现象 该怎么去让他们 心平气和地 来规划自己的人生 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小朋友对他们自己都很有主见 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 容不到我们说 你等一下要干什么 什么什么的 给他意见 他说你现在都是LKK 我们了解的比你还多 现在的多元科技社会 真的来讲 其实孩子知道的 了解的真的比我们多 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没知识 可是就是说我们有的 我们有的我们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我们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你们的 是我们的食物的东西 而不是凭空想像 那今天你们讲的 可能就是说你们的推算 推想 我们家长会给你们什么压力 我们是给你们什么样的态度 实际上你们不要冤枉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爱你们的 我们绝对不会说 为了我们自己的私心 要你们去成就什么什么 我也是觉得 因为人生 就像刚刚有位同学讲的 说时间是宝贵的 那你延避 大学四年 你还要再重头吗 不太可能 你可以念完了之后 再念另外一个系 也可以 或者是修辅系都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延避呢 延避既然是有这个设计 一定有它的理由 它的理由是希望大学生最好还能够完成他的学业 避免他们在教育投资商浪费 否则教育部不会设计我们的大学 有这个延避制度 因为补救很多大学生 也许在成绩的一番的落后 或者其他的因素 最后它是一个补救手段 所以今天既然延避 我们不是在检讨延避要不要继续存在 我想只问一个很单纯问题 我们也不必精神喊话了 请各位来看看 你们自己评估一下 延避在你大学生的生涯当中 是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如果你是要计划去做这项延避的话 就去划算还不记得回答我 多一点事情告诉我们 11号 如果真的要计划性做延避的话 如果我们听到一些同学的理由 划不划算 如果有确实的计划就划算 例如说像有些朋友 他们去打工旅游 或者是做国际志工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些计划 我觉得非常划得来 不管是用金钱上面来算 或者是用时间上面来算 都非常划得来 因为我刚刚讲了 我延避的一年 我只付了大概400多块的 所谓的学生平安保险费 那我这一年来了 我的收入是这个的好几千倍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用时间上面来想的话 这一年我可能布局 就像他讲的 他不知道下一个case在哪 可是我已经知道 我的下一个目标在哪 我也知道我下一个 该接触的方向是在哪 所以不管是在我的未来 的人生企划 或者说我未来的 就金钱上面 私資上面的东西 我觉得只要是延避 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有正面影响的 为了考研究所而言必 划不划得来 我觉得是蛮划得来的 因为其实我刚才四号妈妈在说的时候 我心里面还是蛮赞同 因为我爸爸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 他也是跟我说 我只是我没有要求你做什么 我只是把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 其实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没听他的话 所以到处玩所以被二一 但我现在想一想是有一点难 有一点后悔 但是我现在觉得很划算是因为 我大三大四大五这三年 我把四年的东西念完 因为我大一大二接近是空白 那多花这一年让我能够重回 就是我希望走回来的道路 那我个人是觉得很划算 我觉得是非常不划算 因为就我而言 我真的对读书没有兴趣 因为多延避那你还不是在读书 又不能用那些时间 又不能拿来工作 或者做一些正职的工作 那一个学期缴了五万多的学费 然后你还损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 那这对我的来说是 等于说是很浪费时间 但为什么会延避呢 就是我会完成家长们的交代 都已经读到大五了大六了 还不毕业是不是 他们就觉得很丢脸 那为了完成他们的交代 我们就把它读毕业这样子 王大爷 这电影有结局 我们这个讨论会有结局吗 对啊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 真的就是回答你自己 那我觉得刚刚这位妈妈讲的 我觉得也可以把爸爸妈妈看作 人生的学长姐 他们可能修的学分跟你不一样 他们可能有修别的人生经验的学分 他们主要大概就是 因为你是他的孩子 然后他知道人生青春可贵 就是你们现在觉得可以延长的呢 中间有很多是比如说 你现在身体里的荷尔蒙 你现在的旺盛的精力 还有你的记忆力 但这些都会随着时间改变 所以你的学长姐可能知道青春宝贵 所以他可能主要就是希望你 把握这个青春的时间 做对你最有利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规范的 是不是可以算计出来 不知道 那我觉得主要这么多人言辟是 我相信是反映了很多 后面教育制度的问题 我非常赞成施老师讲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社会太少成人教育 其实你不用言辟 你可以不用念大学 但你做了一段事情以后 你觉得你自己想再学的时候 再来学或许也可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父母很希望把我们的经验传承 倒未必是我们的知识传承 但是我也在这边奉劝父母 我们活的时代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经验很可能都是废物 因为福特讲过一句话 创办福特汽车 他的爸爸以前就开工厂开岛了 结果他爸爸就劝他不要开工厂 他跟他爸爸说什么 你开岛了是你家的事 你不要拿你的经验来告诉我 因为我未必会开岛 但是我希望大家自己要知道我要什么 这个才比较重要 比你读多少书 比你有多少经验 都更重要 就是我很清楚我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 希望我们今天讨论 能够帮助你来思考这个 就如同所有的教育问题一样 大学生的言辟 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是非题 希望你能够从多多的层面 去了解去沟通 祝福您再会 谢谢 谢谢大家